第十四年經紀錄 我們在到達現場的時候 患者駕駛自小客車已經沖進田裏面去了 那它的車體有嚴重的變形的情況 我們懷疑是它先衝撞路數 高速的衝撞路數之後 再衝到田裏面去 那我們初步看到是沒有吸安全帶的 安全氣欄也沒有爆 但是他是駕駛,受困在車裡,被A柱擠壓到 身體困在裡面沒辦法出來 我們就使用破壞器材 大概破壞20分鐘之後才將患者拖出來 然後拖出來之後再進行急鏽處置 生命狀況怎麼樣? 生命狀況我們到現場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脈搏了 我們量測血壓也量測不到 那我們就有進行初步的急救處置 那他有載一個副駕駛,副駕駛則是受到輕傷而已 他還可以走路 然後這位患者他是駕駛 他就是到現場他已經歐卡了 那是往哪個方向? 由南往北在小馬路那邊的路段 大概在128K左右 那邊的小馬路段 然後在田裡 我們發現的時候叫車已經衝到田裡面去了 然後就出現了 就在那邊的路段 他就在那邊的路段 我們發現了 那邊的路段 他就在那邊的路段 就在那邊的路段 我就說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